哈囉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 我主持人安娜黎 喜歡格鬥遊戲的玩家 應該都很期待鐵拳 TT2 的推出吧 而身為格鬥迷的安娜 我今天也是扮成了鐵拳 TT2 裡面的 同名角色安娜啦 而這個週末期間 萬代南夢宮他們也有在台北地下街 舉辦鐵拳 TT2 的活動 而且遊戲製作人袁田勝宏 也有來台灣跟我們的玩家相見歡 我們一起來看現場的盛況吧 萬代南夢宮最招牌的格鬥大作 鐵拳 TT2 九夜十一日正式推出 為了替這一款全球銷售破四千萬片的 超大作造勢 遊戲製作人袁田勝宏 也特別來台灣跟玩家見面 並前進台北地下街 而安娜我也特別客串遊戲中的角色 跟著袁田先生一起帶領著玩家們 進行這場精采的活動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娜黎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訪問到 我們鐵拳 TT2 的遊戲製作人 袁田勝宏先生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袁田勝宏 原田勝宏 而且他中文其實講得還蠻不錯的 那他來了這麼多次台灣 我想在這次新作鐵拳 TT2裡面 會不會加入台灣的角色呢 對於台灣的角色呢 對於台灣的角色呢 是非買ってもらって 是非実現したいんですけど 我々日本人 日本的創作者 都在日本的震災時 都在日本的震災時 都在台灣人 都在台灣人 都在親切地 也許願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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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剛才呢 他說就是 目前對於震災之後呢 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變得非常友好 那我想呢 既然安娜也是台灣人的話 這次會不會被加入到 鐵拳 TT2裡面呢 安娜さんの場合 まず 安娜リーっていう名字 を変えないと 鐵拳の中には 安娜もリーも もういるんですよ 二人とも 安娜リーっていう 結婚者キャラみたいになっちゃうんで しかも名前名前なので 名前を何とか 那這樣子的話 我還想再問一下 袁天先生 在這個鐵拳的系列裡面 最喜歡的角色是哪一位呢 シーズの中で 一番好きなキャラクターは 誰でしょうか 普段はね 僕三島平八 ってこのキャラのこと 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世界中で一番不人気なキャラがいるんですよ 17年間ずっと 最下位のキャラが 岩竜っていうね 日本の相撲キャラがいるんですけど 日本人にも好か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ね ひどいキャラがいるんですけど そのキャラがかわいそうなので 最近は岩竜っていうことにしてます 是的 那最後的話 請我們的鐵拳的遊戲製作人 袁天先生跟我們一起 講 鐵拳TT2 はいせーの 鐵拳TT2 岩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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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自下場跟冠軍玩家單挑 更是引起現場鼓噪 難得有遊戲製作人親自下場比賽 更是引起玩家圍觀 不過原田先生一開始太親敵 還差點被冠軍玩家打敗 好在 C 後關頭原田先生 還是以 3 比 2 險勝 保住了遊戲製作人的顏面 不然輸給玩家真的就尷尬了 C 後現場也開放原田先生簽名握手會 而安娜我也很不客氣的下場 又來一個安娜我的海報簽名大放送 買一送一真是太划算了 甚至原田先生還開放玩家 可以拿格鬥搖桿來簽名 有來排隊簽名的玩家真的是賺到了 所以大家記得以後有這種好康活動 一定要來湊湊熱鬧喔 而鐵拳 TT2發售之後 大家也要去買一片來玩看看 一起來享受這場熱鬧的格鬥祭典吧 鐵拳 TT2一起來玩喔 一起來玩 一起來玩 別碰刀 一起來說 這張不想賺 一起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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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一起玩